现在是早上六点钟 然后我们已经把东西清好了 今天准备去清卖 家里卫生都做了 这些都是娜娜早上五点钟起来准备的 然后把孩子的饭也做好了 ok 现在我也把它拿到车子里面去 一切准备就绪 差点忘了喂鱼了 一个礼拜不喂鱼 我就会瘦一圈 今天还下雨了 还在下一点小雨 我们导航过去大概得11个小时 估计我们到那边已经晚上八九点钟了 现在六点过一刻 准备出发了 现在是八点半 我们走了两个小时 然后小爷爷醒了 准备给他吃早餐了 还是热的 肚子还没饿啊 这里可能快靠近大城府了 走了两个小时 然后现在吃完饭 准备出发了 接着赶路 我的水卷了 玩的不亦乐乎啊一个人 哈哈 坐好坐好不要起来 应该快到五台塔利了 你们看到这个招牌了吗 零茶 我待会去买杯奶茶 试一下啊 有中文的奶茶店 现在已经快十一点多了 因为我们车里还有一些饮料 所以买杯就可以了 我还以为店员会说中文 取个中文名字 早上饭还没吃完 只吃了两口就没吃了 现在接着吃 出远门旅行 最麻烦的就是给小孩子回饭了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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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áxim 你没有 给我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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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进来 爸爸进来 贤爷 给爸爸 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然后吃点东西 肚子饿了 出来放风一下 看来比较累了 然后彻底要休息一下 到了这边就是山多 到处都是山 现在已经是晚上五点多钟到了 有点小累啊 不算特别累 小爷的状态还可以 小爷 还可以 可能肚子有点饿了 我现在随便找了一下酒店 然后准备上去休整一下 特地订了一个 特地订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 因为东西比较多 小爷 给孩子喂完饭洗完澡 已经七点半钟了 我们还没有吃饭 只能点外卖了 吃完饭就准备休息了 当然我们大老远过来 可不是为了玩 我们明天可能要去一个农场 考察一个农场 然后娜娜想去一个寺庙 拜一下 因为觉得今年比较顺吧 买房子啊 然后生孩子都比较顺 所以想去寺庙拜一下 如果单纯为了玩跑这么远 那就太没有意义了 hello 小子 小子筷子 筷子 小子这是我们的晚餐 点的外卖 他吃了什么粉面 好久不見